杨龙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沙海》中,致演一位医生良弯,因为在剧开播之前,杨龙被致演少女装嫩,所以杨龙发长文表示了自己的困扰,在当下的娱乐圈,如果不继续保持少女人设,很可能就没有戏演。 杨龙提到转型之后,可能会成为自己很崇拜的那一波女演员,非常美,非常有名气,但没有戏演,杨龙说的应该就是他们吧,于飞红是非常美,非常有名气,但没有戏演的代表了,前几年于飞红还能和杨乐点爱情剧,这几年就只能在类似《沃空传》这类的影视剧中出演各种奇奇怪怪的角色,于飞红是超有气质,知性大气美女的典型, 这种风格在影视剧中多有看点,豪蕾曾经的文艺片女主角,现在是半隐退的状态,但个人气质和状态依然好到不行,豪蕾的演技和张相,如果和当红小花同聚演戏,应该是轻松秒杀一大群当红花蛋的级别增比。 中戏七朵金花之一,前段时间在刘烨林玉成主演的《老男孩》中,有情出演了几分钟,但美貌和风情让观众过目不忘,宁静如果不是吸引家人,按照当年宁静的成就和自身条件,现在是妥妥的大花了,宁静现在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中, 但在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中的表演依然十分有水准,小桃红拿过多位影后,在演员的诞生舞台上的惊鸿一线,完美全是少女感和灵气与年龄关系不大,陈说算是这个级别女演员里,资源最好的了,还能接到和平饭店这样的女主角,现在的身材和气质,容貌,哪一样都是碾压级别的,但依然资源在下滑,在翟天际和于正剧《昭歌》中出演圣后,女霸这样的配角, 国内影视市场是真残酷的,这些女演员还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,却已经没有戏拍了,但荧幕上却充斥着各类辣眼睛的流量呢?